现如今,痔疮越来越普及,而广告上的痔疮类的药物也越来越多,本来这不算是什么大病。 更何况还有的人爱于面子,难于启齿,干脆就在药店买点要解决了。 痔疮是怎么回事?大家都说十人九智,那么痔疮究竟是怎么来的呢? 事实上,对于痔疮的病因,在医学上有两种说法,其中一种认为是由于肝管周围的静脉从发生病变,最后形成了静脉团。 但是这种说法现在已经不流行了,第二种现在被广为接受,叫做肝叶下移。 从而发生了病变,痔疮患者常常伴有变血新鲜,还并不是症状感,症疑脱出。 年纪外遇的症状,痔疮是怎么回事? 痔疮癌的病发位置,常常位于痔疮末端,属于细胞的异强性增长,小化道的恶性肿瘤。 发病人群往往没有痔疮那么普遍,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,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。 对于直肠癌的诚意,目前也没有确切的说法,科学家推断可能与人们的饮食,就做有很大关系。 对于直肠的症状,早期几乎没有症状,当癌症发展到了中癌期后,就会出现血变,还变得习惯, 这变的状态也会随之改变,如果肿瘤侵袭了周围的阻居或器官,还会引发一些烈的症状,那么,应该如何去问直肠癌和症疮呢? 1. 变血 对于直肠引起的出血,往往伴随着排便,并且会在纸上看到,并且血液的颜色常常会先红色,但是直肠癌的变血则会有所不同。 直肠癌的流血,是因为表皮被磨破,这种流血是不间断的,并且直肠癌的变血颜色称暗红色、黑色,并且往往掺杂的变当中。 此外,直肠癌患者大病习惯还会出现改变,包括次数的增多,排不进,持续不息等症状,但质疮就不会有。 2. 年龄 相对于发病年龄,两者也存在很大差距。 直肠癌的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,所以如果有了变血状况,如果年龄已经大于45岁了,那么就需要警惕癌磨来袭。 3. 但是痔疮,从十人久之不难看出,痔疮的年龄分布比癌症广得多。 3. 直肩触感 直肩是最有效的区分两者的方法,也是临床上常用的检查方法,并且也方便在家检查。 3. 而指尖顾名思义,就是用手指检查,如果用手指检查的时候,感觉到了有效力状的凸起,那么往往是痔疮,但是,如果感觉有硬快,并且表面成菜花状,空间狭小,纸套上还有血液,年月等,这就很可能是支撑癌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